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网络审查的国际互联网安全公司 Great Fire最近发表声明说 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具体证据来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网信办等政府机构 参与了攻击全球电子信息巨头 如谷歌、微软以及火湖的行动 并呼吁全球互联网企业要加强网络防御 Great Fire网站3月25号指出 谷歌、微软以及火湖等公司日前发表的声明显示 中共当局对他们展开了中间人攻击行动 所谓的中间人攻击是一种黑客常用的攻击手段 指的是攻击者与通讯的两端分别建立独立的联系 并交换其所收到的数据 使通讯的两端认为他们正在与对方直接对话 但事实上整个绘画都会被攻击者完全控制 在中间人攻击中 攻击者可以拦截通讯双方的通话并插入新的内容 并且可以轻易取得密码等信息 也就是说当主机A和主机B通信时 都有攻击主机C来为其转发 而AB之间并没有真正直接通信 C在中间不仅可以窃听A和B的通信 还可以篡改他们的信息再传给对方 也可以把他们传输的数据备份 但是AB却不会意识到 还以为他们之间在直接通信 Great Fire公司在25号的声明中说 该公司曾披露过中国的网信办使用中间人攻击的手段 袭击谷歌、微软的Outlook、苹果、雅虎等电子巨头 并不断呼吁大型软体供应商 拒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给予的认证 为公司的几个公司大力倾导网络自由、言论自由 而且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技术 在协助中国用户方权这一方面 我猜测只能说他们想通过网络攻击 来获取他们一些核心技术 包括协助方权还有安全方面的东西 此前在23号 谷歌公司的一名网络安全专家 在公司的官方博客发表声明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一家被称为MCS的控股公司 向一些谷歌网址分发了没有得到授权的电子认证 该证书冒充成受信任的谷歌的域名 被用于部署到中共设置的防火长城中 用于劫持所有处于该防火墙后的HTTPS网络通信 而绕过浏览器警告 紧跟其后 24号微软和火湖等公司都发表了声明 宣布将取消所有MCS发放的认证 Great Fire对以上互联网巨头做出的决定表示欢迎 并表示谷歌等公司的声明等同于具体的证据 显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共网信办 在这些恶意行动的背后 对每个人网络的安全造成威胁 但同时Great Fire也指出 虽然谷歌 微软和火湖采取了相应措施 但苹果公司还没有做出公开表态 因此行动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此外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认证 还被以上平台认可 中共的安全部门还可以让其他中间攻击者 得到认证并发动进攻 因为我相信这么多年 应该说大互联网公司都有足够的重视了 但是因为在互联网上面呢 永远是攻击者对比防疫者呢 有更多的技术优势 这是互联网和技术发展决定了的 防疫技术实际上是防不胜防的 特别我们清楚 商业公司是永远比不上 一个拥有国家资源的极权政府 它应付不了这样的攻击 它不可能是这样的对手 因此Greatfire强调 再次向谷歌 火湖 微软 苹果等公司发出呼吁 为了保护中国用户以及世界各地用户的数据 立即取消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信赖